好,現在大家都回答得差不多了 我先針對第一題的部分 因為其實我們今天主要還是要做影片嘛 那你必須要先了解這些基本概念 下面 各位的回答 果然符合 大眾預期 呵呵 不要認為老師那麼複雜嘛,好不好 沒有 沒有太複雜的其他原因 所以這已經淘汰一半 再來 第二高的人不見得是對的 所以知道不要用多數暴力的嗎 不要老是用投票的 呵呵呵 有些人講的是對的 就是這麼少數人 這就是高度 就是高度而已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為什麼他是高度 因為其實各位 你現在看到這個啊 你看 你看我們進到這邊 我們從這裡開始 這個是320 乘以240 所以大約是 VCD的品質 因為我們VCD是352乘240 再來360是640 乘以360 那這個呢 大略是 就是一般各位比較常看什麼 網頁裡面不是有些文章裡面就有放影片嗎 大約然後大約是那個大小 當然還有更大也有更小的 再來這個是720 乘以480 這個就是一般我們講DVD的品質 那麼你會發現720以上後面是不是都一個紅色的HD 這比較是高畫質的嗎 那這個是1280 乘以720 再上去1080 就是1920 乘以1080 一般把這個就稱作 Full2HD 這樣您有了解的 有沒有上去的還有 有 有2K 4K 還有8K 所以其實這個還蠻多的 還蠻多 目前最高應該是要8K啦 不過 反正你電腦也跑不動嘛 反正看到你電腦 沒有那麼高解析度對來講就沒差 所以這樣有沒有發現 你這樣就對影音的標準的銀格是有一些認識的 那我們一般都會盡量選這種標準的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沒有選標準的 那以後你再播的時候 我想可能各位以前 比較早期你如果看那個日本NHK那種高畫質的節目 你有沒有發現可能上下都是黑色的 或左右有的他就沒填滿了 因為他維持比例啊 所以他就不得已就只好 留那個黑色的底給你看 那你如果不是用這樣我們在YouTube上 上面播或者一般影音網站上播也會遇到類似的情形 這樣OK的 這是第一題再來我們看下面 我們往下看 在這邊 如果你想要看那個我剛的畫面的話 你們右手邊 在一個任務的右手邊 是不是都有一個叫進度 你也可以看 所以如果你想看看別人的 你就用像我在這邊進來了對不對 這裡 剛已經進來了 這邊 任務 這個是用你們的畫面是這樣 對不對 按下去 現在沒有看到 是因為我剛剛才開放所以你可以重新整理一下 你重新整理一下再進來就會看到 點一下進度 有沒有看到跟我一樣的畫面 好這是你們的 那個帳號進來也可以看得到的 好 那我們要再往下看 這個 1080p 1080i 你就回去再看看就好了 反正就講得還蠻清楚的 他三分鐘就講完了 OK 那我們要再來 因為 現在呢 其實有很多的那個 線上的服務 我們今天 除了有單機的這個軟體外 其實有好幾個是屬於線上的服務 那 這個關鍵字就麻煩各位一定要會 我們現在在做的叫做打預防針 因為很多服務現在是不是要註冊 請問各位有沒有都用你的真實信箱註冊 你都這麼認真 難怪你會收到垃圾信 那你怎麼可以怪別人 他很認真把垃圾寄給你啊 對不對 因為現在最麻煩是 你註冊的 他不只是要信項 還要你收信嗎 對啊 所以你就這個部落格寫的文章 好嗎 有沒有 你不能不會的關鍵字 所以 如果你把這個 按右鍵 Google一下 你就找到有好多這種服務 有好多那一般來講這些服務呢 都有一個 雷同啦 就是一段時間 使用一段時間就不要了 那麼最長的 我之前找到的 最長的是大概可以一個月左右啦 像這種是10分鐘嘛 10分鐘就是自動銷毀 自動銷毀 然後呢另外有比較長的像這個 大概最長是一個月 也有 就看你 看你要哪一個 那我一般我大部分都用10分鐘 那10分鐘之後就 你看一進來 有沒有馬上就產生一個信箱給你 那你要收發信件 就都在這個頁面收發 因為你往下走 有沒有一封信進來了 他給你歡迎信 對不對 對 那你如果有新的信箱也會出現在這裡 出現在這邊 那如果你要看信要回復信件就點進去 就在這裡 往下走 是不是就看到內容了 好那你要回信啊 要幹嘛就在這邊去做 好就要這邊去做 那 如果萬一你沒有 還10分鐘還沒收到信 或超過10分鐘還想繼續用怎麼辦 你就跟他講 神啊再給我10分鐘 因為還沒收到 在10分鐘才銷毀 這樣了解 好所以如果說你 不是真心的 就是你只是來先 試看看的 不要老是用自己的信箱嘛 你可以先用這種方式 因為我們待會後面會有好幾個是需要註冊的 好註冊如果你真的 暫時不想用自己的信箱 你就用這個方法 大部分應該都可以收到了 當然有某些網站他有把這種 就列為 拒絕網來戶 就是他產生網域 產生網域就列為拒絕網 那就沒辦法 你就可以再換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信箱就好了 這樣有了解 大家記得這個頁面如果你離開了 信箱就不見了 就不見了 所以這個是我們先 在研習前先跟各位暖暖身用的 因為這個有需要 OK